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賽道啊 它的全長有4.5公里 那算是一級賽道的 既能查到它 賽道最快紀錄是由我們台灣 更大的一個車手搭檔 駕駛我們的AMG GD3 目前是最快的成績紀錄 這個賽道真的很大 哇 這邊非常的熱鬧喔 這邊就展示了現在最新發表的 EV胎跟VS Pro的一個輪胎 那我們現在在看到這邊 馬吉斯的VTRUSPORT EV 那這條胎也是我們家的IOTC BY 才剛換上這條胎 所以特別的有印象 遇到下大雨啊 甚至也有去山區做一個試駕 它給我的特別印象就是 競速性 輪胎的指向性 還有一個很特別就是 破水性 非常的猶豫 因為像我們的駐機友 或是針對台灣的肌肉 常常就是忽然下挺大的一陣 路面的排水不夠快速 就會融化汁水 所以這時候的破水性就非常的正亮 因為它的能力是特別大 所以它傳說是非常直接 所以這時候對於電車的輪胎的消耗 耐磨性也是非常的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回電的時候 那車子下滑行的距離 它的一個抗阻性夠不夠 讓你滑行的很順暢 它利用一個新世代的一個配方 抗阻的優化進化了20% 好我們現在來看到現在前面這一個 就是Retraged Home Pro的原帶 它的胎溝設計 它的胎紋是蠻深的 這一條胎啊 像台灣很高強度的一個 降雨啊 曬到容易激水 這個一樣是針對操控 安靜 然後安全 採取最新的技術 也就是說像你看這個花紋來講 排列組合優化技術 很有效降低這次在洗淨間的一個 就關照雨 所以它利用捷具的一個優化設計啊 能有效的把這個音頻分散掉 跟電車比較不一樣 電車裡面它會多一個 開式的一個吸音面 那這個沒有 一樣它的輪胎設計啊 它一樣就是用3加1的一個 口槽設計 也是增加私底排水 外側開面的一個暗地操控性 在私底的操控跟以往的產品 它增加17% 非常不簡單 開面中心呢 它也設計可以讓我們整個 貼地面會更加的寬 一般行駛的路面 是只有一點點 那正於煞車的擠壓的時候 它會增加 但是它可能是會這樣子 這個形狀 所以它煞車它整個面 這邊的接觸面就會加好 在於乾地跟濕地的一個 加速跟煞車 就會有一個絕佳的操控性 這個胎口的設計 比剛剛的音頻 它還蠻有一點深 還來的寬 好 我們現在準備要下賽道了 雖然它現在介紹我 我也聽不太懂 呵呵呵 然後 人非常多 這是當地的經銷商 進入賽道 有一個莫名的興奮感 現在還提供了幾台展示車 這賽道 哇 你看 哇 這個觀眾台這個太壯觀了 這上面很多觀眾席啊 很大啊 那這次我們電車EV胎啊 VTRUSTPORT EV 是有兩台的特斯拉 等一下下去做一個賽道的體驗 那在VSP TRUSTPORT PRO 是由我們兩台轎車在賽道做這個體驗 然後它的扁平比喔 它是比較薄一些 所以跟我們修旅車的扁平比比較高喔 操控性會很顯的不一樣 我覺得現在電車的重量大概都會在1吋7以上 動不動就是2吋多的重量 對於輪胎的負荷啊是非常的大 也有人想說 那可不可以使用在油車的部分啊 或者是油電車的部分 不是不能用 昨天在跟原廠討論到 有可能會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因為油車的部分 它的重量會比較輕一些 比如說在電車上面 它的重量達到2吋2吋 時速可能到了100-120 它的破解能力不及做100% 那可能換上油車的時候 當然油車可能只有1吋8 比如說重量就差了300-400公斤 一樣的速度下 它的破解能力可能就會跟這個油 差那麼一些些 基本上是在滑行的時間 沒有像電車可以達到這麼長 像有些它是做1吋的鋼紙層 那這有做到2吋 所以它在整個結構上面 在操控部分 高速指向性 甚至在側向的擠壓這些 都會來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在開發輪胎這個也是 會因應每個地方使用環境會不一樣 像比如說我們在台灣 它是算屬於低速賽道 但是連續多彎 對於人開的反應 這個結構的部分 它可能就是如果反應要 直接轉向要很遠 比如說國外這種高速速賽道 彎形都非常的大 那像這個彎形的時候 它們動作時都要非常的柔和 你越柔和的時候 你在高速的情況下 你車子就可以更安定了 那相對上 你長期看下來 也不會那麼的緊繃那麼的必要 也不會那麼的緊繃那麼的必要 好 忽然坐上正架還想踩煞車有沒有 會忽然不習慣這個角度 很少坐到右駕 現在再調整一下動力模式 等一下我們會下賽道 然後會有幾個關卡 比如說在高速 OK OK 它等一下第一個關卡 還算是比較高速的 可以達到90-130的速度 去做一個3D的動作 這就是剛才在介紹 就是輪胎結構設計 它可以讓車子得相信 做一個明顯的表現 最明顯的表現 等一下就是會做一個 高速的切換 現在準備進入賽道了 這個賽道非常的大 現在準備要進去賽道裡面了 OK 現在速度已經達到130 這麼快的速度 做一個切換 你看車子的一個穩定性非常的棒 再做一個急煞的部分 急煞進入我們濕地 你看它馬上進入濕地 它竟然是可以很穩定的 車子沒有做一個很明顯的偏擺 這個車子沒有做一個很明顯的偏擺 然後再停止 OK 在半竿式上面做一個急煞的部分 那這條它蠻特別的 就是在煞車在半竿式 像剛才又甚至全濕 從高速切換進來 然後到下雨 它的表現非常的棒 非常稱之 高速的一個撈錐 這個很明顯就可以感受這個車子的指向 現在剛才速度大概67 上了一個路延時 然後輪胎它的一個跳動反應 是蠻直接的 蠻清脆的 現在有點側滑 側滑棒 它側滑不會感覺到車子在扭曲 所以你看這個高速賽道裡面 賽車教練的駕駛動作 它都非常的細膩 所以就剛才我說的輪胎它的指向性 在於高速的貼力性 讓車子的穩定性好不好 就是在這裡非常重要 因為你輪胎瞬間的擠壓 它那個支撐性是非常重要 有時候支撐性不夠 會讓車子會容易出現擺動 OK 可以硬喔 謝謝 非常好 這感覺有4.5公里嗎 好像是 因為每個彎都非常的大 然後非常的快 就是彎非常的深 然後很長 所以開起來就一直在感受這個距離 直線的過程中 並不會說很長 但是這樣子一下子時間就過關了 那現在我們換直接來試乘EV-Ti 現在就是出來自己拍動作 就要很快 然後駕駛器 說得嘴 好 我們現在就是換來體驗 VTRASHPORT的EV-Ti 這個胎我非常有感覺得就是 因為我們的IONIFY剛裝上去 它的一個破椎性 指向性是可以很清楚 立即让你感受到非常的不一样 这个赛道它的车向距离更大 在这么重的车子上 OK 惯性非常大的情况下 出现挤压的反应 它的支撑性够不够 这非常重要 因为像刚才会有一个高速的闪避嘛 然后还有一个沙停啊 转向进入四地 这些都会对车子的极限动态啊 都会很落差是非常大的 准备进入赛道了 这个赛道不由算是比较细的 像刚才侧向连续的好几圈这样挤压 轮胎没有出现很多的一个花纹跳动 现在一样在高速里面做一个转动 一样就是非常的犀利 但是就是会有修旅车的重心转移的钟摆效应 但是你感觉到轮胎挤压度是非常小 教练算是比较有科技 进入四地的一个长Ut 那再来做一个挤煞的动作 OK 就像这种车子的重量啊 加上ABS的作动 跟轿车胎比起来的话 这个明显它的滑动的速度就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它的惯性跟重心瞬间移动 那个惯性量就会比较大 那高速的一个绕锥 你可以感觉到它的贴地性也是非常棒 然后现在要上度延时 就感觉到车子这个挤压 它上度延时感觉它的跳动是更Q了 我那时候刚装的反应就是 它的焦料表面是非常Q的 所以你遇上连续比较跳动的起伏 感觉是蛮柔和的 侧向的压力变大的时候 它的质向性是非常好的 这一条跟我们那个B-Trust Port Pro 比起来这个轮胎更加的舒适 然后更加的安静 而且你看电车 你那一起步这个扭力 瞬间的贴背感是很重 所以这一个轮胎的压是比较大的 你看这种长弯 这个车子的重量 外抛能力是非常大的 支抓部分表现得很好 好棒的一个赛道 还有高低波你看 然后下来就准备进入一个 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左长弯 你看这出去的缓冲区是非常大 所以可以尽量享受这个弯速 这赛道缓冲区真的很大 谢谢 谢谢 好我们刚刚体验完整圈的一个全赛道 那由当地的车手用全速 那我们去体验车子在极限过程中 包含它的刹车 循迹它的长弯整个贴地性 很难相信它是一个运动阶态 有可以做到指向跟抗侧向的扭曲 真的做得很棒 非常棒的体验 非常棒的体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